民进党当局突袭式宣布开放日本核实进口 全然不顾岛内民众健康的做法 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民进党当局解禁日本核实仪式 在岛内引发民意反弹 台湾雅虎网站发起题为 你是否同意开放福岛食品的网络投票 截止8号下午16时 赞成者占19.7% 反对者占80.3% 目前的话是不希望进来 因为它就只是进来台湾 但是事实上要不要吃还是在我们的选择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 有没有把资讯公开 然后跟把一些食品相关安全的规定 把它表明清楚 这个核实多少都有一点危险性 但是要进口 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 或者是负责的机关 也要检查全盘检查过 假定还有别种的同样的食品 可以选择的话 我当然不会选择这个 从那个核实地区进来的这个食品 我们相信2016年 蔡英文上台那个时候 就对日本的承诺 就是一定要开放 只是他现在 之前有办过一次公投 他等待上次那个公投的效率 结束了之后 然后再加上那个美猪的公投没有过 他就顺势而为 所以他们一切都是铺陈好的 国民党智库研究员谢志传指出 民进党当局先开放美国 罗函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 在解禁日本河时 为的就是讨好美日 妄图实现所谓抗中宝台 然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 岛内民众的健康作为前提 现在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 很多日本民众 对于福岛他们的食品 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购买的 凭什么就是一定要台湾吞下去 由于目前民进党手握行政资源 同时在台立法机构拥有多数席位 谢志传认为要反对核实进口 需要所有台湾民众共同努力 现在只能靠民众的力量 因为现在是整个 民进党当局在跟台湾全民对抗 那台湾的民众如果自己再不觉醒 你就是每天吃毒 2018年岛内民众发起反核实投票 779万人投下了赞成票 四年过去 民进党当局在十天预告期过后 就会让日本核实进到台湾 此举引发重怒 有人要求民进党官员 自己先吃三个月核实 更多观点我们有请张涛 带我们了解 张涛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台湾作家 沈乃迅就发表文章指出说 说台行政管理机构 只以一纸行政命令 就能引福岛核实入台湾 任其公然贩卖 回想百年前 日本帝国主义对袁世凯提出 二十一条 袁世凯因此落得万事骂名 如今蔡英文执意开放福岛核实进口 会不会是新的耻辱呢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听完开放的理由之后 更是怒呛道啊 说是对于多数民众想要买到足够的便宜鸡蛋的诉求 怎么就没见民进党当局这么积极呢 香港中评社也发表了快评文章质问说 说民进党把核能发电视为洪水猛兽 却把核灾食品吃得是甘之如鱼 反核神主牌会怎么想 民进党当局真实的意图是通过开放美国来主与日本核实 进一步亲美亲日 将台湾的利益与命运与美日更紧密绑在一起 但民进党捞取了政治私利后 又到底替台湾人争取了什么好处呢 以善事相关的梳理 展美 好 谢谢张涛的梳理